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譚玉英 我是白冰 我是Charlie 我是譚玉英 我是譚玉英 上個星期 英哥陰病缺席 哇 馬上講瘋狂 不用那麼交氣 說你病而已 不用做的 不用故意咳咳 聽我的聲音都知道 但其實 我也變變的 你不覺得我的聲音有點避陰 我打算是故意的 哇 這個是病毒的溫床 我是不是要戴口罩嗎 我餓的 不會的 我堅持 因為之前有試過跟一些人搞合作 在我們場上就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說得明白 你在場上做什麼都可以 一定不可以戴口罩 就是這樣 狂咳 狂打一次都可以 你千萬不要戴口罩 有病症就要 有病症你可以選擇戴 我不知道之前看過一部西片 很久以前小時候看 有一個是他很想生病 然後他在那些濕圍那裡 有一個人打一次 然後他故意走過去 索涼 那些 這麼噁心 還有上一集大家了解多了Charlie 在Charlie的妹妹的口中 阿英有沒有聽到 有啊 是不是都爆了 還是你也有這樣對你小孩 我沒有 給大家看一下 有幾多個不同的形象 多個到思考 我這個人是怎樣的 多恐怖 很恐怖 已經聽到尤吉 但我們回去 我跟朋友一起討論 然後他說 你這麼小時候 會不會懂得用鹽去醃你 這麼變態 是不懂才會這樣做的 還有你會覺得三非之用鹽去醃 不出奇 之前我妹妹是沒有說過用鹽的 她不知道為什麼那次 她就突然說了鹽 她是告訴我 是整班女生 用紙巾塞著她 怕考止血 然後我就問 會不會你自己老補了 但她加上鹽 她那裡痛得很糟糕 好像有個 不要緊 其實用鹽那一刻不是重點 你不讓她告訴媽媽 勉強的紙巾塞是重點 還有你叫她跳下來 你跳下來 你跳下來 這樣 這一下就爆了 其實拿Tissue塞在嘴裡也會有什麼 也會爆的 因為Tissue應該是會 黏著傷口 你拔了出來 不是又懶了 其實小時候才會拿鹽葉 因為我小時候會拿割刀 戒自己的手 不是因為你不知道 我試過 你是不小心 還是什麼 我特意拿割刀試試 戒損 什麼感覺 戒損 然後銀下去 然後就覺得 真的很痛 你不是那些情緒的戒 不是 我純粹說戒刀很利 很利 戒損是什麼感覺 然後放在手指上 帶你的銀下去 然後就來了 原來這樣就是戒損 然後又會弄損 用一些鹽 用一些灑口水 拿進去 小時候才會做這些 所以我覺得用鹽葉 在傷口裡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會做的 不過叫自己弟妹做 好像離譜了一點 你不知道會不會死 無緣無故抽筋在那裡瘋癲 對 小時候抽損 但為什麼你們小時候有這樣的 因為我小時候連這些都沒有 我沒有理會你這些 就是跟這些 體驗 不是應該是自己體驗自己的人生 我也沒有試過這樣 你有你不知道 至少你記得 我真的不記得 可能你不記得 我有試過拿牙籤刀屎 但這個很輕奇 牙籤刀屎 只是硬還是什麼 是 是 是苦的 什麼 我會弄一些耳士吃 這個我都聽過 我自己沒有做 真的很苦 所以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你這樣欺負妹妹 我欺不了我弟弟 因為我跟他差不多大 所以就沒有什麼 跟他相差不太遠 你跟他相差得遠 五年 對 他還沒認識 你認識的時候 就可以沒有他 因為我原先是 我知道有個妹妹 其實我是滿身歡喜的 後來他出了小 所有專注力都去了他那裡 然後我試過有一段時間 我媽媽丟掉了我的親戚 他不理我 然後我就覺得 這些你也記得 對 傷心的事都記得 開心的事 黑阿妹的事就不記得 對 通常都是這樣 你媽媽遺棄了就有 對 那時多大呢 她剛出生的牌子 可能我六歲 五六歲 但就很深刻印象 對 長期媽媽都不在身邊 因為我小時候 其實是不是一個星期 一至五天 星期六日回來 不是 我記得 我媽媽丟掉我回大陸給兒媽 我在那邊讀過一年班 一二年班 就是丟掉你一年多 那時候又不會有WhatsApp 去什麼 沒有的 很掛念 寫信 然後電話又很少 這些場地的電話很貴 對 然後 就算我們上了 我回到香港之後 然後 我媽媽又可能 她也是那些新移民 她可能不知道 可能要回到大陸 這樣 然後我就在 在我的表白娘 姑媽那裡就住 這樣 總之有一段時間是這樣 因為有個小妹妹 所以你就瘋狂流離了 對 還有我妹妹出生 她有很多奇怪病 她一出生 她的手沒有了折骨 她不知道是左手還是右手 有了折骨 然後又不知道 她的鼻扁 然後 痰經常會 有少少敲喘 那些經常要跟她看 那些事情 有很多注意力 去了妹妹那裡 對 但我前陣子看到你的故事 鋪了你三姐妹的合照 不知道她是迪士尼嗎 不是 我們去了大美督 BBQ 哦 只有你是不像樣子 即是她妹妹和再小妹妹是相似的 是相似的 是相似的 你感覺到她們是兩姐妹 你真的要問一下 我們三個小時候是很像樣子 小時候是相似的 但是越大越不像 我覺得要問問Auntie 不會 肯定不會 因為她不知道給了哪個新聞 她說什麼 哪個女明星 柔淑貞 柔淑貞 柔淑貞的三個女兒 都是不像樣子 都不太像樣子 那你要問柔淑貞 什麼啊 柔淑貞的大女兒很像她 對 但二三不像 都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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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二那個是相似 第三那個 兩個母親都不像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很像爸爸 柔淑貞 那個大女兒簡直是她 柔淑貞的樣子 對 對 不會的 不會的 不要 這個年紀也不太介意 證明女兒大了十八變 雖然你妹妹已經很大了 都變無可變 都沒得變 我也不知道 我們上集有阿櫻不在這裡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和你弟弟小時候是怎樣 那你就沒有合拒 那我相處是怎樣 會打架 打架 男生通常都是打架的 女生又扯頭髮 你不打架 上集才說打架 不一樣 哪有分男女的 小時候 撕了 撕他們 那打架 起碼我不會先扯頭髮 那怎麼辦呢 是家人都來調停 還是兩個人打到喘氣不打呢 還是怎樣 沒有的 我們小時候家裡沒有人在 即是父母上班 沒有人在 就在那裡 互打 互打的 打到八八哥 打到累 有沒有要欠電腦那些 欠電腦 我們有沒有欠電腦 因為小時候已經 已經賦予到有兩步 是啊 沒有什麼欠 從來都沒有欠電腦的問題 因為電腦是個命根 對男生來說 對女生已經是半條命 男生是全條命 不是啊 我和我弟弟是 可能我懂得打機的時候 他又沒有 到他懂得打機的時候 我就已經出了街打了 所以很少可以在家裡 因為我很少用家裡的電腦去打機 應該這樣說 我是很少用家裡的電腦 所以可能這樣就沒有問題 然後我又很少在家裡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欠電腦的問題 欠打家用的遊戲機 反而這個可能會多一點點 即是打什麼遊戲 可能會多一點點 但都很簡單 這裏我要刷一刷斷節目 你會覺得這件衣服太透嗎 哪一件 你現在這件 是啊 特意的 那我可不可以剪掉嗎 剪掉什麼 還是照錄 照錄 照錄 好 做什麼 這件衣服是偏薄 因為我看這裏和這裏不同 因為這裏沒有 看不到 這裏就 因為有光打進去 好 是特意的 又不是特意的 不要緊要用來救錄 是流行的 不是當泳衣也是這樣 是嗎 可以 我小時候回到暑期工 那時有個姐姐 因為我那時是十五六歲 這麼早出來做暑期工 是無聊 然後在日本餐廳試應 那時應該有個大姐姐 我印象中可能她是二十一二歲 是二十一二歲 那時整天 我們要換衣服 她整天叫我進去一起換衣服 誰 你弟弟 什麼我弟弟 他呀 他和那個姐姐一起換衣服 那個姐姐 整天叫我和他一起換衣服 這麼開心 因為有其他男同事 那些大我決定 他對你做什麼 沒有 真的不記得 你不記得的是什麼 沒有 沒有事發生過 不是 她是不知為何經常會有 進去一起換衣服 事緣有一次說了些什麼 就是去家裡燒東西吃 然後又是 她不知為何又要換衣服 然後又叫我進去一起換衣服 她和你差不多大還是大 她是二十一二歲 我那時是十五六歲 然後她 我不知道 我突然轉臉 她說 有沒有很尷尬 泳衣也是這樣 那句說話 對 就影響了一輩子 你經常都叫女兒脫衣服 為什麼穿泳衣都是這樣脫衣服 你就開始這樣 我沒有叫她脫衣服 我純粹是 其實都是跟泳衣一樣 因為我長大後 然後有另一個人 那件事我覺得挺心印象的 他就說 很多人 譬如可能逛街 男人逛街 那樣 你無意中眼尾 看見那些女孩子走光 就覺得好像 很多都會 覺得好像 有種讚了的感覺 有種讚了的感覺 然後那個人跟我說 其實跟泳衣沒有分別 你又知道 當然我不是說 看到她走光的時候 裡面什麼都沒有穿 我都沒有試過 在這條街上 她說如果是這樣就包 你都知道裡面是什麼 其實跟泳衣一樣 不過地點不是 不是的 你現在這兩年戴口罩 你見到那個人不戴口罩 就看見有人走光 是不是 好像很邪惡 有沒有去到走光的 譬如你在街上見到一個戴著口罩 你覺得她看上去是美女的 但你不知道脫口罩是什麼 有時候見到那個女的脫口罩 喝水的樣子 真的樣子 這樣 都開心 那個感覺 看到她的真面 對 容易開心 她人 是走光的 嘩 走光啊 喝水啊 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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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脫口罩 這樣 我想說是 我覺得挺有道理的 其實跟泳衣 泳衣 也是 你說得對 我穿裙都不穿 不是啊 因為 我覺得穿多兩條褲在裡面很焗 是 所以我的朋友是會穿的 問我 那看到打底褲算不算走光呢 對 好像Blackpink那些 她們最近的衣服 有很多的黑色 那些 黑色短褲 平腳短褲 對 防走光 你想開心的 你也當走光 就是開心 當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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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本身穿這條褲子出來 嗯 不行 加一條裙子在外面就不一樣 對 那就開心了 是啊 沒理由啊 那條底褲這麼長 沒理由啊 男裝的平腳褲 平腳褲 其實你只能看到那條平腳褲 是啊 已經開心了 已經開心了 開心就是這麼簡單 哈哈 裙子就是這樣 裙子就是有這個魅力的 是啊 那 那 英道分享了 小時候跟小朋友的 不是 跟她弟弟的相處 那作為父母 看到 那個 兄弟姊妹吵架 有啊 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嗯 有兩個 如果有多過一個小孩 你那兩個 開始打架沒有 開始打架沒有 沒有 我女兒很小 如果我的兒子 現在打我女兒的話 我一定會停止她 因為我女兒小嬌 小嬌 大一點 她都整個跌倒 我兒子五六歲 未去到這個 但是我客觀 我覺得女兒大了的時候 她怎麼會打到她 就是 那個年齡都總是分別 那個年齡是 你知道大人一定保住小的那個 嗯 所以最後應該是個大的被人欺負 是 即是很大的機會 我現在幾個開始回來 我欺負我妹 我媽媽爸爸真的會罵我 然後我就會在自己躲進房間 再欺負她 哭 自己一個 很委屈 因為那個年齡差不多 如果我現在有小孩 跟你跟你妹妹差不多 因為五歲 就是你懂事 她不懂事 基本上你一定可以欺負她 或者你不斷大力一點點 她都會受傷 也會被媽媽罵 對 所以我就是覺得 剛才你說的那件事 我也覺得挺重要 即是 有兩個的時候 大那個就很容易被人 即是你會 即是你那些 叫你妹妹跳下來 你都不記得 但你記得你媽媽扔走了你 很深印象 對 怎麼辦呢 即是怕不怕 臭的時候 搞到那個大兒子不開心 有的 因為我老婆是經常傳這些東西給我的 即是經常傳這些 怎樣對 因為我女兒未出生的時候 可能我在這裡分享過 就是 很多人說 那個老爸會很疼女兒 直到現在我都沒有這個感覺 你老婆呢 其實一集真的要找你太太上來 我懷疑這個故事應該在180度斷斷 好像她會上來 原來是這樣的 3D的 好像你這樣說 是啊 我自己覺得沒有 我不覺得我對女兒特別好 我也沒有那個感覺 她現在跟你互動了嗎 跟我互動了 但我也沒有那個感覺 沒有那個說什麼都會很生氣 因為她不懂得說話 會融化你 不懂得說一些很生氣的事情 我女兒是會經常說的 我暫時都仍然會覺得 她說起上來 我應該是跟罵兒子一樣的程度去罵她 我的感覺暫時 是我的感覺暫時 但是我老婆都會經常傳給我 尤其有兩個時候怎樣對大 因為尤其是小的出了小的時候 我老婆就多點時間看小的 變相其實我對大的時間是多了很多 我是多了很多時間給她 譬如以前去哄睡覺一定是媽媽哄的 就是一直到我老婆生之前那一天 然後就變成我陪我兒子睡覺 那她有沒有一些不習慣呢 就是那個第一天 我那時候很害怕她不習慣 但是她又適應得很正老 很快 即是她又沒有什麼 就算現在可能有時候 有時候有一點點想想媽媽陪她睡 也有的 但也很少數 然後譬如很多日常生活的事情 變了很多時候是我對著她 那我覺得是 即是怎樣說 她 即是可能 我老婆也有發過一些東西給我 就是大的人可能 她會很感受到 就是爸媽給個弟弟妹分了 分了一半 因為本來只有她 她是100% 但是小時候不會有這個感覺 因為小時候出生的時候 已經有人在跟她搶 即是有一個東西在 有一個東西在 那她就沒有這個 大那個會很明顯有這些 我也覺得她有的 即是很明顯會覺得 經常要爭 要爭重 爭著熱力 是的 爭著熱力 尤其是我們 尤其是媽媽抱妹妹的時候 她一定要貼上去 哦 即是她一定要貼上去 到我抱一下 然後可能 食物 一定要吃妹妹的東西 一定要吃的 即是未吃完 或者未開飯 已經說要吃妹妹的東西 阿妹是否吃剩下 不斷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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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沒有吃剩下 就一定要吃妹妹的東西 然後 阿妹的玩具 一定要玩 哦 是的 你覺得煩不煩 你覺得煩不煩 煩不煩 煩啊 無時無刻都要 都要 都要 不是說有個妹妹 有時候會抱一下其他小朋友 可能上學等校車 有其他小朋友 可能那些小朋友都會帶個妹妹出來 就會跟那些小朋友玩 然後我女兒就會黏著你 或者我請她們吃東西 請其他同行吃東西 然後她又說不行 不可以請 然後搶了回來 我的這些東西 是嗎 我的媽媽也是我的 但我已經買了另外一袋給那些小朋友 她都不行 她搶了那一袋 是我的這一袋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也有這樣對我媽媽的 是嗎 我小時候都會 很容易喝醋 因為讀生子 或者你大兒子 你還沒有妹妹期間 她是讀生子 是呀她也是一樣 是呀 即是會喝醋得很厲害 她會很多說這些是她的 在家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她的 那她現在會不會學會 分享呢 都會分享給妹妹 或者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即是怎樣說呢 譬如阿妹在吃東西 阿妹還沒吃完 那就要叫她等 即是阿妹吃不完的 那你就要吃 即是可能吃飯那些 是呀 吃飯 但阿妹吃的飯 應該不是她吃的那些 是呀 她見到阿妹有 就要吃的 即是她不想好不好吃 她不想是否適合她吃 是呀 總之她就是要吃 那她一定可以吃的 她一定可以吃的 是 但可能口感上有些不同 不管的 總之要吃 哦 那就要叫她等 即是阿妹還沒吃完 但有時候她都會已經發脾氣 即是我要馬上給我吃 然後一直看著 有時候阿妹很胃口 吃一吃一吃就說 不斷看著沒有了 那阿妹吃完就吃完 但是很有趣 因為阿妹一定吃得不乾淨 那些碎她是不吃的 當然啦 她覺得是吃剩的 為什麼我要吃剩的 沒有的 我照樣放進碗裡 只有這些 你吃不懂 只剩一鍋頭 有什麼慘 我也是吃這些 在我的角度就覺得不是的 我已經不應該吃這些 不是 我試過是什麼 她說要阿妹完整的 然後我拿阿妹那塊 撕碎了 現在要不要 可能要一半給你 都好啦 那不是一樣 整塊跟碎了的不是一樣 是 對 她阿妹吃完的她又不吃 她要完整還沒吃 那些她就要了 這個一樣 那玩具 剛才你說的也是一樣 她現在還會嗎 會啊 一樣會的 其實都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很大的分別 但是你們有沒有教她 怎樣讓我小一點 她可能跟她說 可能妹妹小一點 那你就現在讓一下她 大一個才什麼評分 沒有 我覺得她完全沒有 她的腦袋還沒得到這件事情 她只有是我的東西 是的 我的東西 因為我們家裡有兩邊 有兩邊那些 Play Mac 一張也是阿妹的 一張也是阿哥的 一個活動範圍 對 阿哥永遠都去了阿妹那陣戰 她永遠都要在那陣戰 其實她是想玩阿妹的東西 還是想跟阿妹一起玩呢 她也有想跟阿妹玩的時間 也有的 你看到有時候她是感受到她們在一起玩的 譬如吃完飯 她就會跟阿妹在那裡玩 捉伊恩 她就很喜歡跟阿妹玩這件事 但是又會玩一下玩一下的時候 有些位置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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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這個位置 有些東西不能碰 有些東西不能碰 然後又會捉著阿妹 推阿妹 玩一下就會這樣 所以她說 讓阿妹的東西 我就沒有教她怎樣讓阿妹 因為我覺得她應該 不是很懂這個概念 怎樣讓那件事 反而是跟她一起玩 我的概念是 她們拿東西後是兩個一起玩 但其實很難一起玩 因為大那個色 你可以跟她溝通 她會懂得停 但小那個她是不會停的 她還沒有停的東西 譬如說故事書 我兒子也挺喜歡 叫我跟她說故事書 拿一本故事書的時候 阿妹是坐另一邊 她是坐另一邊 阿妹通常都會伸手想碰一本書 阿哥就會伸手出來雜著她 不可以碰一本書 我通常會說 你冷靜一點 她可能碰一兩下就不碰 小朋友是這樣的 碰一兩下 她可能覺得沒有人 她只是走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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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純粹好奇 是的 但她們就沒有那個 慢慢觀察一下阿妹做什麼 她的反應會很快 很快就是這樣做不行 我也有想過 是不是我平時會這樣對她 或者我平時也會叫阿妹不要去哪裏 或者不能做什麼 你叫兒子 可能叫兒子也會有 叫兒子也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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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 很快的 現在說到這些 這麼細節的位置 我完全沒有概念 完全覺得 完全覺得發生在我身上 我也不知道如何 對 所以有時候也會說 唉 不三個 對阿妹也好 對我的 又要顧多養這些 有的 她問這些 你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對 怎麼回答 手背又是肉 手心又是肉 只不過你現在大一點 就要養一下個小的 對 所以我就不叫她養 養 因為我覺得養這個概念很複雜 和養不養 我又覺得她不養 又不代表什麼 養是否跟分享差不多 意思呢 那個是你妹妹 那個是你弟弟 你養一下她 我就是不想這樣說 我就是不想她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 說得多這些 好像老鳳 一定的 然後妹妹就會變小霸王 當她會聽的時候 那個妹妹會聽這句話的時候 就可以很恐怖 爸爸叫你養我 對 就可以很恐怖 你縮手 我怕 其實最討厭的是 這些反而才想更加大巴巴 大巴巴刮她 是 所以我就沒有這件事 我又不想說 那個哥哥一定要 要養我阿妹 嗯 是的 這樣的概念 因為我現在經常跟我老婆說 我女兒當時改過名字 我們有找過 即是英文名字 當時有找過 意思是什麼 她當時改 她的意思是 是家裡的 家裡的 定規矩的人 是的 即是類似的意思 是的 然後她慢慢長大的時候 我跟我老婆說 改錯名字 我經常這件事都前了一個路 我很害怕 如果是家裡的 那個power 最大的那個人 在那個妹裡 是的 大妹是 我又覺得 在那個 總是華人成長環境 其實華人也是 是的 你這件碧涵 你也是看見她 對個小女兒是最公主的 是的 還有這麼多個阿哥 這麼多個阿哥 還不疼她 我覺得這樣是好一點的 即是我又不會怕 女兒公主病 是的 因為公不公主病 就是 你怎樣 那條界線在哪 但我覺得女兒多些人疼是好一點的 即是大過沒有那麼容易 跟錯路 是的 即是不知道哪一集 Benzsir有說 有愛 是的 為何一個女兒要富養 兒子可以窮養 是的 我都認同的 不用被別人關懷鼻子 陪兩陪 跟了兒子走 是的 起碼她知道 那個標準 老留這個標準 有兒子的標準 高過我爸爸 那個就可以順賴賴賴 那就難找了 是的 而且她不是那麼缺附愛 或者她哥哥給她的一些 類似男性獎會的愛 我會覺得對她選擇男朋友 是會好一點的 可以選擇另一半 但當然最恐怖的那個位置 就是太好 一定是選不到 這個也會的 就是極端 是的 會很極端 也有 但是也好過她很容易被人滴走 我不知道 還是很難判斷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組合 都會變成這個結局 就是哥哥的另一個妹妹 都會是應該 就是中我妹妹中得很離譜 我覺得感覺上 就是兄弟姊妹的組合 其實都很厲害 在我老公的家庭是不是的 反而是 我老公是小王子 那她是不是拉仔 她不是的 她是哥哥 然後有一個妹妹 但是那個妹妹 她小時候已經很聰明 懂得看眉頭眼 然後那個大哥 就是經常要別人照顧 不懂那些 然後現在也是 我現在好像變了她媽媽的角色 那你見到她妹妹 現在她都大過了 那是不是都是那些聰明 她妹妹是比較像她姐姐 即是說話或者行為上 是成熟一點 她妹妹是像她姐姐 即是她的款式 擺出來好像她姐姐 行為上 那妹妹反而就是像她哥哥的姐姐 是的 這個也挺有趣 是啊 因為我 那會不會是你老公的父母 比較重的兒子 可能是 以前我老公小時候 也是那些會敲喘的 是不是潮州人 不是 他們是正常香港人 是 然後我奶奶也說過 她以前也會欺負她妹妹 是試過 她有一次去哪裏 回鄉下 看到泥淡 那些什麼雞肆藤 然後叫她妹妹 阿妹你跳進去 然後她妹妹很聽說跳進去 然後整身都是雞肆的出發 然後 總之到現在 阿哥在家裡是好像大爺 那怎麼辦呢 你們的女兒實在是 兩個都匯聚了 一個 一個派對 女兒可能比較好 起碼她有時候在家裡 她會幫忙做家務 幫我收拾東西 但是老公是不是的 我一回去就躺在那裏 嗯 是啊 那 你們暫時就還沒打算生多個了 因為覺得很煩 我就不想 我覺得這件事很煩 但我老公經常叫我生多個 都不知道做什麼 即是她 她又給不到信心我 我就生多個 你覺得她 重點了吧 我就是這樣跟她說 你叫我生 你又不明白我台有多辛苦 然後生又有多痛 然後還要坐月 然後還要產後收身 那些有多煩 我不想再來一次 然後她又 有時候又不是說 很幫得上 很幫得上 哎呀 好 我們看看今天的農場文 其實也不算農場文 都會問 如果兩個小朋友總會有一個投訴 哥欺負我 然後有一個妹妹用一個積木扔我 那怎樣處理呢 你們有沒有幻想過 但我媽媽通常說 你養一下小孩 都是這些說話 會不會說得多這些說話 令你初頭不喜歡那妹妹 一定的 當然 這件事 妹妹怎麼疼愛說 要養給她 那些 是呀 然後覺得 妹妹出生 真的搶了一些東西 是呀 是過來搶我的東西 所以我就不想說這句 因為我媽媽以前也有這樣說 我哥哥 他會說你做哥哥就是要養個小孩 這些是很正常的說話 我媽媽會聽到 是呀 上一代那些 但其實聽到不太舒服 所以我又不想這樣跟兒子說 就是養妹妹 其實不會的 而且你慢慢發覺 我和老婆也有這個預感 就是女兒大了的時候 一定是欺負哥的 就是你很明顯看得出的 因為很明顯看得出兩個性格的組合 就是哥哥其實都很 內向 思文 而且很多事情都 我會覺得其實都很容易控制 是不是這樣說 其實都很聽教聽話 早前病 哥從小到大吃藥都很輕鬆 他喜歡吃藥 不知道為什麼有病 就是吞藥丸那些 不是這樣就沒有吃藥丸 但是藥水那些 那些 好像有些不舒服 是不是要吃藥水 就是自己喜歡吃 很搞笑 就算吃到 我當他吃一些好吃的 就是甜的 喜歡吃一樣東西 有時候吃到一些不好吃的 他會吃完之後 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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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 他知道時間吃藥 他正常吃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從小到大都不怕我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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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一瓶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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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 就是欺負阿哥 阿哥可能會不出聲 給個妹妹 他比較主見 算不算 你說女兒 主見 暫時 我覺得霸道一點 我覺得你很明顯感受到他會霸道一點 因為我一直在家都沒有裝窗花 因為哥哥從小到大都不會弄這些 不會自動爬 不會爬 她不會爬東西 又不會弄窗的開關 從來不會弄的 是否你們之前跟她說因為有危險 沒有 她不弄 但妹妹會爬梳化 站在梳化上想跳下來 看到東西是爬上去的 然後就裝窗花 因為就是妹妹這樣的時候 我教她怎樣下梳化 要倒轉身下來 然後才想起 哥哥這麼大都沒有教過 她嬰兒的時候沒有教她 因為從來不會爬東西 又不會弄什麼 妹妹什麼都會弄 看到東西就要衝過去弄一下 窗那些又會拍窗 好像有隻貓一樣 有隻貓也是這樣 貓沒有 即是她會比較 我會覺得你會很容易衍生 就是她可能會霸道一點 就是那個概念 所以我更加不想在言語上 再幫到她一把 那個哥哥又要讓你 什麼東西 她也是沒有的 她也是一直玩哥哥 剩下玩具 我沒有特別買她的玩具給她 都是很有趣 我真的覺得很像我隻貓 因為我隻貓的家是很兇 就是會到處爬 要說 什麼都關她的事 那些 我們有想過養隻狗 因為前陣子 有些家庭聚會 那我的表妹和表哥和表姐 都不約而同地養了那些 迷你版的貴婦狗 就是這麼大隻 小小隻 很可愛 然後我就發覺 他們那些都很獨 那些狗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跟 每個人都可以抱 每個人都可以玩 後來回到家 我和我爸媽聊天 我說 如果那隻狗 一定會被我隻貓欺貓死 會有這個感覺 你試試養捲娃娃 然後就辛苦了那隻狗 娃娃會很瘋 很吵 但真的不知道 可能我的貓不斷打它 打到它不廢為止 會有的 你知道貓不斷打到那些東西 我隻貓就是這些 所以我就感覺到牠會在那裡合 黑還黑 但也有兩個 互相玩的時間 而且牠會喝醋 我隻貓一定會喝醋 我怕牠會有情緒病 如果我多養一隻的話 所以就不能養 因為之前試過 我關門睡覺 之後沒有多久 不知道一個月左右 牠就拖了一個小小的位置 之後我就開門睡覺 那隻衣服沒有出來 就是這樣 真的搞不定 好 阿英的小朋友暫時都還沒有互相爭吵 還沒有互相爭吵 真的吵架的就還沒有 不過都很快 是嗎 很快 你有沒有想過 每天對每個小朋友都一對一獨處一下 因為這裡有搞這個方法 也是 每人都獨處十分鐘 十五分鐘 是要的 是要的 因為是很難可以跟牠們兩個共處 都是比較困難的事情 我覺得是需要獨處的 就算大那個也好 你跟牠獨處還是牠獨處 不是 就是父母 一對一 一對一 就是不要什麼都在一起 不要什麼都叫阿妹 有這樣的時間嗎 有的 我帶牠上學的時候 是呀 或者臨訓前的時間 就是兩個跟牠獨處 因為我獨處的時候 就可以問到牠很多事情 會的 會比較容易講心事 是呀 我覺得這部分都很重要 問一下牠 可能純粹覺得 你覺得阿妹在家怎樣 或者你會不會最近覺得 自己一個寂寞 可能獨處的時間 就可以問到牠這些 讓牠覺得父母 其實也有時間給牠的 我突然想回 因為我父母都是多兄弟子母的 就是牠們那一代人 通常都四五六個 當然 我媽媽就是拘捕女 所以我就很少聽牠的賠不賠 什麼 我很少聽我媽媽說 因為我爸爸排第二 就是下面還有幾個 我就有聽過我爸爸 會背著我的姑姑去踢球 小時候 真的像那些照片 那些小孩揹著寶寶 對 真的就是踢球 也會有這些畫面 那些情況 那個年代 因為我幻想就是 其實你多生幾個的時候 你根本就看不完 看不完 哪有看到那麼多 兩個都覺得很難看 有些時間是我在家裡 然後對著兩個 其實都很放任 因為看不完 你怎麼看 但牠們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有時候我都會怕 那個哥哥看不看到我妹妹 那個哥哥也不太大 五歲多 但是又 其實也不錯 查理那個妹妹去買菜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 牠會熟得住牠 可能早一點讓牠負責任 試一下也不壞 對 可能你一來 原來看著那個妹妹 都不是那麼容易 可能有這個感覺 還有我們這一代人 就少一些這些 少一些去到那些 我跟阿梅吹水 阿梅原來牠的表弟 牠也是這樣照顧大的 很傳統地 可能捧著牠去 不知哪裏 幾個表兄弟姊妹 幾個堂兄弟姊妹 不知道牠的表弟 跟牠比較熟 不知道牠住得很近 牠的阿姨又會放一個表弟 在牠裡被牠照顧 大家放學 可能牠的阿姨要上班 可能牠就照顧牠的表弟 可能小學阿姨 周圍去那些同學家 不知道牠去哪裏 駕單車 都帶著牠的表弟 牠的表弟是手抱那麼大 就是那些 要背著牠去玩 我也覺得這一代人 有這個經歷都頗特別 不是那些 要照顧牠 其實你也應該有的 不是啊 其實她妹妹做了 我妹妹做了 學識 照顧牠的表弟姊妹 但我記得到我小妹妹出生 我是有照顧牠上學放學的名字 知道嗎 我對我小妹妹好像沒什麼 都很有趣 可能真的差太多 因為你長大了 你長大了 你長大了十年 十三 十三年 我老婆長大了 小妹妹都長大了十年 那就是當女兒那樣照顧牠 是啊 那時候經常照顧牠去別處玩 那你覺得你照顧你小妹妹 和照顧你女兒有沒有分別嗎 沒有分別 其實心態會有一點相似呢 都有的 所以我現在照顧我女兒 不是說沒有什麼經驗 好像第一次經驗 是有一點經驗 好像照顧第二個女兒 特別是現在回幼稚園 好像經歷了以前 跟我小妹妹的那段時間 都蠻有趣的 我老婆也是這個心態 她覺得她有照顧小朋友的經驗 她很有印象 那時候怎樣跟妹妹換片 這些東西 所以她可能覺得現在照顧小朋友 輕鬆一點 有經歷過 大概知道那些小孩 會怎樣 會怎樣 會經常哭 會經常怎樣 她可能有些想法 你剛剛不是說 你一對二的時候 會比較放任 如果你老婆 跟一對二的時候 跟你一對二有什麼分別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因為我的話 我對著自己的女兒 比較跟次序 那些事情 譬如這個時候 次序一定要是這樣的 但是她老婆 就是不會 會全部都反過來 洗完澡又不吹頭 吹完頭再洗澡 還沒到 為什麼 因為我吹頭很煩 15分鐘而已 不停開著 15分鐘吹乾 你的頭 對 用單神很快 還要幫單神賣廣告 15分鐘 這麼快 對 我這麼長的頭髮 15分鐘吹乾 可能吹到全乾 全乾會對頭髮太傷 然後我就有這個問題 就是跟女兒吹頭 因為我兒子的頭髮很容易 一抹就乾 其實我也有這個感覺 就是我的頭髮長一點點 抹不乾我的頭 我的人已經開始會敏 因為我也經歷過很短的頭髮 我現在留長了一點點 我經歷過就是 抹完頭髮都乾了九成 是呀 那兒子呢 從小到大 可以每天洗頭 沒什麼問題 麻光 年輕人的頭 那我就開始有這個煩惱 就是女兒慢慢大的時候 長頭髮 你老婆不准剪 是不是 那女兒也沒有想剪 也不是不准剪 不是啊 那時候我老公說剪完 剪完 剪到變成什麼橙子 說話 是女兒來的 是呀 他老公喜歡另外的東西 不是 他只是煩洗頭的東西 都是 我想試一下 小朋友橙青 女兒橙青是怎樣的 其實都是這樣 沒有分別的 但是會不會害怕 整整一間的頭髮會變成TV 雖然沒什麼所謂 很快唱 我們全家人都極力反倒 然後我就想這件事 就是洗頭那件事 就是哇 如果女兒隔天洗頭 然後跟她抹乾頭 跟她吹頭 隔天洗 搞很久 我就開始有這個驚恐 有這個不安和焦慮 就是去搞她頭那一部分 我還未去想雜邊這些問題 就是你出街 雜邊嗎 你要練 練得很快 練回一門手藝 那雜邊其實都很快就搞定了 我已經有這些焦慮了 就是雜邊 應該你不用學那些人 你上學不是很流行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 靠叉搭住那些叫什麼 馬邊 對 你應該不用學吧 都是你太太幫她弄的 你就是知道那個問題是什麼 那個問題就是 九成時間都不會是你弄的 對 但是你知道你總會要弄一兩次 那就是摺邊 你不懂嗎 懂就當然懂 但是你也知道 一定會被那個女人摺你的 蛤 大條到你不能摺的 你看你爸爸摺邊摺到 噢 時間 然後再跟你說 再跟你說 你有你女兒這樣出街嗎 嗯 那你不摺 摺馬尾就可以了 對馬尾 每次摺到那麼盡 要摺款 我怕我馬尾都不會摺 那也不會 那也太誇張 其實我覺得應該摺得不好看 其實馬尾有分兩種 一種是垂下來的 一種是高一點的 高馬尾和低馬尾 我覺得一定不會摺得好看 你摺得久行就好看 你感受到那個感覺就是 我沒摺過邊 我又有信心 如果你問我 要是真的摺馬尾 我覺得九成會摺得不好看 笨就真的複雜 我現在想起 小鵝怎麼回到那裡摺什麼 我看見有些都很誇張的 摺了幾個瘋子 就是那個煩的 現在帶兒子上學 都早上去到最後一分鐘才出門口 女兒是早半小時 摺得不好看 可能要再摺回座 摺到門口 那個焦慮 你明白嗎 晚上就是 搞完到晚上 媽媽 兒子洗完澡洗完頭抹光 睡一覺 我女兒還要跟她吹頭 搞了一大量 最慘的是什麼 你又沒搞 什麼都沒搞 你就慢慢吹頭 我突然間覺得 我開始越來越去 很理解和容許女性的脾氣 是比較差 而且情緒是比較高低 因為男的真的煩小很多 也不要說來不來M這些 你這些去到很厚 很厚 又不用很強烈地去修眉 然後又去護膚 我現在連鬍子都不用看 再省多一點 你知不知道 我老公說 我一個星期一次看鬍子 他說我天天敷膜 要不要用 然後我說 到時候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就知道味道 然後你沒多久 然後他近來是生暗瘡 然後叫我幫他做臉 要清洗 你終於知道我為什麼要天天敷膜 就是不想生暗瘡的時候才搞 所以我已經在驚恐這件事 我現在回想起我以前拍拖 二十多二十歲 那些女生 譬如都沒有說拍拖 或者正常一班人出去 我那時候都想 那些女生的頭髮這麼漂亮 為什麼可以 我從來沒有思考過 因為自己也是 我一整天都是一分鐘 然後我後來 我現在開始電髮 然後我就知道多了 其實我本來都知道 有那些鱷魚夾 即是即入圈那些 我就想 我就開始 越來越多留意街的那些女生 就覺得 厲害 我開始感嘆 那些女生出門口 真的要搞很多東西 又要化妝 之後 我近來看到Shadow 在IG分享她那個 她的化妝又看 她夾的眼睫毛 我又說 屌你老闆又要這樣夾 不知道怎樣 還可以浪 她浪了一些筆在上面 即是很停的 哇屌你老闆 夠多東西出門口 我就覺得 他們的啞是正常的 你還要看她們現在的化妝 我常常吹她 真的會問上去 是呀 為什麼我要這麼大個才知道 因為我媽媽是一個 不化妝的人 是零化妝的 去到某個位置就是 我有時上鏡要 要畫一下眉 還有人大過 貪美又要上鏡 不要太太 我發覺我是貪美過我媽媽 我記得你好像說 教她畫眉 不是這樣畫 我突然間覺得 嘔血 做男人好像真的挺好處 所以照顧女兒 我就覺得很複雜 因為我為什麼有這個概念 就是現在開始有襯衣的問題 哇 襯衣 我老公不會的 我老公是像兒子一樣照顧的 我也是傾向兒子照顧的 我老婆也是這樣 不是有我老婆她無端的 她說出門口了 你幫我女兒搞什麼 我說搞什麼 拿衣服給她才行 然後我就說 怎樣拿啊拿衣服 我隨便 男人的角度就是 拉開衣櫃 最頂那件就拿那件 就是拿那件 九成是這樣 因為兒子也是這樣 我自己也是這樣 我本人也是這樣 所以我收衣服的時候 是要收衣服的 我知道 放在最底 就是總之要換 否則永遠都是那件 我也是這樣 永遠都會是那件 然後她說出門口穿什麼衣服 每次我拿出來之後 我老婆也會拿另一件 所以我說 蛤 你這兩件可以這樣配襯嗎 然後又要換個裙子 裙子又不能配襯什麼 這些裙子又要配襯褲子 這些裙子又不能配襯褲子 然後這條褲子又要配襯褲子 這樣 我看到頭就開始痛了 人大大下 阿英是偏不貪美的 我覺得我屬於中間 又未去到完全不貪美的 但又未去到很資金 我完全不貪美 因為我覺得沒什麼用 你知道現在的男生最貪美的 是會塗上粉底嗎 我上網也看到 或者我上街有時候見到 那些已經是跟女婿一樣的 那個程序 我上街見到那些小孩 塗上粉底 我就想借他 有些都過分了 我覺得塗上粉底 不是 有些那些塗上的什麼 BB Cushion 對 那些其實跟粉底好 那些還要偏白 偏白的 那些都誇張了 你又不是上鏡 就是這樣 之後就是 這個是一個比較 這個 不知道怎麼形容自己 就是那個探靈 好 那這個小女兒洗頭 其實是怎樣解決呢 那你女兒是一個星期洗的 每天洗的 每天洗嗎 她上學之後會出汗 每天跟她吹頭 對 搞多久 半個小時洗澡 穿衣服 然後塗上粉底 然後吹頭 搞定 半個小時 怎樣 要搞 我想起每天都要吹頭 我真的有點 百安 為什麼 你老婆去吹 有時候老婆可能沒有空 然後就要幫忙 每天 不是 你要明白 每天都要做的時候 這件事 就會害怕 還要吹頭 剪短的 對 純粹就是想起 純粹就是剪短 你當 好像每天塗 你塗 會不會害怕 你每天都要塗 那你怕會變成習慣 感覺吹頭好像 慢慢就習慣了 我現在的頭都久了很多 才乾 我現在的頭的長度 那你有做些什麼 去令它乾 沒有 就是 我沒有吹 我沒有吹 陰乾它 陰乾它 不就是抹完之後就吹它 因為我不是馬上睡 這樣就OK 我抹完之後可以吹它 我就覺得沒有問題 要不然你就剪短了你的女兒的頭髮 對 可能剪到冬菇頭 剪到冬菇頭 剪到冬菇頭 讓女兒大一點 會自己弄的時候 那些蓄乾的 讓她自己會吹頭 才會自己留場 你自己吹吧 不要吹 我爸爸幫不了你 那些老婆的關 刪我 那女兒的頭 第二就是 不要學同一樣東西 一個學鋼琴 第二個不要跟著學 不要覺得家裡有鋼琴 不如那個小的也學琴 或者運動也玩同一樣 這樣就不好了 是不是怕有比較 一有比較 又有爭吵 因為我比較好煩 我都覺得 你看哥哥 連年都考兩級 一定會講這些 是啊 很難衝口而出 你看你哥哥弄得挺好聽 但你兒子是學鋼琴的 是不是 叫做是 你老婆教他鋼琴 叫做是 那女兒應該都會 但他沒有什麼生氣 是 我不知道 你感覺到你女兒有沒有生氣 但我自己有比較她兩個 我老婆經常 現在跟我說 兒子很明顯沒有什麼體育天份 但女兒好像有 她就說你可以教女兒踢球 你可以教女兒踢球 但也有 剛才你說的那件事 心裏都有 很容易做了 就是他們兩個互相比較 嗯 我覺得很難避免 這段 是啊 因為主動 父母自己要真是 弱化三章 就是因為 即使大家一個學音樂 一個學運動 比較不了 我當了 那你讀書也會 一定要說明 就是不比較 因為總會有一個聰明 一個沒那麼聰明 或者他聰明 他聰明 因為很瘋 我曾經聽過一個 我的中學同學 其實他後來也能進入港大 他讀書也不錯 但是他在中學的時候 大家也知道 我一間中學都不會讀書 然後 他也算乖 但我還是不知道 因為小學偏差點的時候 那幫主任跟他見家了的時候 就跟我的朋友媽媽說 哥哥就這樣了 就讀尊敬興 去他們面前 不要誘他 至少你妹妹 你的小女兒都能讀書 至少還有一個 誰知道小女兒現在讀不需要 哥哥就讀了港大 背後就去了發展 類似讀演藝那些朋友 即是向了另一個方向走 即是藝術方向走 就沒有再讀傳統正統學校 即是挺有趣 所以如果父母 不過那些父母應該 現在那些不好讀 應該都知道這樣不好 即不是說競爭不好 這些無謂的競爭 或者競爭你一輩子 即是他經常跟自己說 兩個都不同過體 即是沒有得比較 你自己都不喜歡跟別人比較 即是你是喜歡鋼琴的 你可以跟你的鋼琴班同學比較 我覺得這個是ok的 但是就 同一個不同範疇的比較 就是狗氣 好 最後他有說 不要幫自己小朋友貼上標籤 即是他怕炒烏 他活躍 他廢青 廢青是過分了 我不會說自己說廢青話 那麼小時候應該說廢青 小朋友都還沒兩色廢青 都還沒說廢青 對 都已經被人說廢青 廢少而已 即是不要說哪個好動一點 這個都不行 我這麼瘋 其實是很有難度 我覺得 挺有難度 我剛才也覺得 明顯哥哥比較靜 因為這個是形容他的性格 對 好像又不是 其實變相 跟比較差不多 一個活躍一點 一個沒有活躍 其實又是比較 用文證 一個活躍一個文證 那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優點 對 兩個都是優點 不要說沒那麼活躍 因為沒那麼活躍好像是錯 但是文證是另一個優點 或者說他斯文 我的兒子很斯文 當然就是這樣 我反而的感覺就是 在語言上 可能對著哥哥的時候 就不會說阿妹是怎樣怎樣怎樣 對著阿妹的時候 就不會說阿哥是怎樣怎樣 你的女兒像誰 我老婆說像我 都是像你嗎 他們說像我 我兒子很明顯就是像我 每個人都是說像 我覺得那個女兒好像就沒有那麼像我 但是你兒子像你 但是文證 也挺不合適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英哥的文證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到 英哥真人 你也是用不到文證來形容英哥 絕對不是 但是他兒子跟他像樣 但是他文證 他是偏向的 那些事好都是比較文靜一點的 是 就是會自己坐好看書 是 應該是沒有什麼運動天分 我會這樣定義 是 是 好 今集差不多了 今集 好啊 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下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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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